来自北区教练会的老师 又来到熟悉的竹山国小 当年921大地震 这群老师每个月一次 半夜坐游览车南下 抚慰孩子不安的心 我们希望他能够心定下来这样 然后想我们小孩子心定下来 也能够影响到家庭 爸爸妈妈也心也会定 不然那时候大家都心晃晃的 常常半夜两点出门 天还没亮就来到南投 我们到的时候大概都天未亮 那都七点以前我们就进来了 那像我们就说 哇 怎么这么早 老师他们就到了 那我们都主人还没到 921大地震 南投受灾最严重 此季在南投地区 圆建三十多所国中小学 竹山国小就是其中一所 倡导一包水鱼一份爱 那么一顿钢筋一世情 所有的慈祭人 非常的有爱心 有花心 无求的付出 当年的校长陈清水 难忘当年慈祭人的爱 二十年过去 还是要戒胜前程 往前走 往前看 不要再有这个伤痛 那更重要的是 大家要有这个觉悟 因为这个灾难 随时都会来 没有人知道 我还有感恩的心 大家的话呢 莫忘那一年 要戒胜前程 十所来自希望工程 学校的学生 带来精彩的演出 用音乐传达爱与感恩 大爱新闻 将军过季中南投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